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几个菜单出来 五菜一汤一杯酒 饭后水果必须有 分餐而食有礼仪 带侯家宴均信酒 这不挺简单的吗 就是我们平常的家宴呀 可是夫人还交代了 必须是低调中的奢华 就是要让各位诸侯国 知道咱们长沙国的实力 又不能让他们觉得 咱们侯爷过于显摆 这不就是要五彩斑斓的黑吗 放心吧 交给我了 既然是五菜一汤 每道菜的做法都不一样 那咱们就按照烹饪方式一道道来 这第一道菜嘛 就来一道辣味合蒸 蒸这种烹饪方式 到西汉时期已经相当成熟 湖南省博物馆藏的 西汉时期的陶眼 就是一个正名 烟是一种蒸汽 分上下两层 上为蒸放置食物 下为斧 又已成水 中间有臂 可通蒸汽 整体结构与现代的蒸锅十分相似 现如今 流洋蒸菜已经成为 湖南的地理名片 而两千多年以前的人们 就已经这么吃了 不错不错 蒸菜蒸菜蒸蒸日上 也是个好寓意 这第二道菜 咱们就煮一个火锅 火锅 火锅为何物 我怎么没吃过 你没吃过的东西多了去了 知道江都王吗 他可最爱吃火锅了 火锅 可谓是现代都市年轻人的 社交利器 在江苏西一线出土的 汉长墓中 就出土过一件分合顶 顶内分布着五个 促落有致的区间 这既能避免涮多了串味 又能照顾到不同人的口味 比现代鸳鸯国还高级 一锅顶五锅 那这一锅 岂不是可以顶好几样菜了 一顶之内四海同废 这也就是寓意着 咱们各个诸侯国 要携手共进 共同捍卫咱们大汉的江山 你这么一说 还真是 咱侯爷可是跟随过高祖皇帝的人 这同样也得有替高祖皇帝 守江山明明心的责任了 那贵宾们看了 可就明白侯爷的用心了 第三道菜 咱们就准备一个刺生 刺生 快 即今日所谓刺生 这种吃法并非现代人的发明 在西汉时期几乎万物皆可生 鱼生 牛生 鸡生 猪生 等等 可比时下丰富得多了 选取动物身上最精华的肉 切成薄片 用香酒浸自一叶 吃的时候蘸点酱 那味道 你品 你细品 其实呢 食不厌精 快不厌细 在古时候 我们吃生肉 可是讲究很精致的 这肉要越薄越好 不能大口生吞 那第四道菜呢 烧烤 这个我喜欢 这个你当然喜欢 前两天不是还刚吃过 烧烤这东西 谁还嫌多呀 那你知道 谁最喜欢吃烧烤 谁呀 还得是咱高祖刘邦啊 有人想过 《史记》中记载的鸿门宴 大家到底吃了什么吗 有人说 这两大集团的首脑会议 吃得一定不简单吧 其实不是 在这鸿门宴 吃的并不是满汉全席 而是一个野外烧烤局 为了诱惑刘邦来赴宴 项羽必然要准备点 刘邦爱吃的 而刘邦爱吃什么呢 烧烤 对 刘邦爱吃烧烤 而且是长期的 稳定的那种爱 不过话说回来 为了吃顿烧烤 性命都差点丢掉了 所以大家要谨记 美食虽好 可不要贪吃哦 我们既要有 能吃生肉的魄力 也要有 能把肉烤熟的能力 对于肉食 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烹饪方式 羹 羹也叫粥 从自行来看 上面是羹 下面为美 所以主要还是以肉为主 在汉朝 羹的重要程度 远远超出想象 是上至王宫贵族 下到平民百姓 都能吃得上的食物 在马王队一号木刚出土的一个成羹的七顶中 甚至还发现有漂浮的藕片 后面的我就知道了 饭后水果 我就准备一点 羊梅 梨 枣 这些平时的水果 还给夫人准备一点 果袖和蜜饯 哦 对了 甜瓜 也给夫人准备一点 对了 你别忘了 每一位宾客 都要准备一套餐具 你要计算好 总共有多少宾客 就要提供相应数量的餐具 大家一人一桌 分餐而食 餐具就准备这一套七顶的吧 这一套七顶正好是五菜一汤 对了 还要有酒 要把酒汁和耳杯也准备好 盛汤的七顶也得要 好了好了 别说了 你怎么比夫人还啰嗦 我要回去和夫人报备了 好吧 我也要休息了 你早去早回 西汉时期的饮食 不仅品类丰富 而且讲究美食配美气 尤其是古朴秀逸 美轮美奂的七气 无不体现追求美气的品味 有些器具底部会有 均性酒 均性食等字样 意思是 祝您吃好喝好 用餐愉快 一句好好吃饭 表达的可不仅是 希望你吃饱吃好 而且要吃得开心 吃得愉悦 这是中国人对口腹 与心灵最朴素的祝福 而那些美食 穿越千年 依然闪现着 生活最美的惊喜 与赞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